我這段影片是講中三的地實課書10.4的實驗 Level 2的題目 他說這個圖形ABCD就是一個parallelogram A就是在正Y-axis的位置 其實你看到這些字眼 說nice on一個axis 你馬上可以想起 A的其中一個座標你會知道 平時譬如D這個位置你可能未必知道 但是A這個位置我拉上Y-axis一定知就是X就是0 因為這裡拉上去其實所有都是0 所以A的X的座標就是0 好 那就看看A B就等於A C 這兩個線段一樣長 然後就說B C就分別是它給了一個座標 然後就叫我們先找了A D的座標 A的座標和D的座標 其實D也有的 因為它是這樣平衡四邊形 所以這個是Y-axis 平衡於CD的 所以這個垂直這樣動起來 其實X都是8 就是X的座標也是8 Y就不知道了 來了 這個其實也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 剛剛我講了 就是A的座標就是0A 假設0A 因為X而知 那麼 它給了一個資料就是AB對AC 這個很重要 AB對AC很重要 因為我們什麼資料都沒有 只有這個長度 所以我們就先計算AB的長度 但是你發現AB的長度是計不到的 只是知道它是A這個位置的數值 AY是A 然後4 所以這個長度就是A加 A減負4 就是A加4 A加4那麼長 而AC這個長度也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世界A這個數值 但是我們可以用Distance formula去寫出來 比如AC這個距離 那麼我當那個80就是X2Y2 那麼所以YX減回這個X 酷乎二次就加0 就是這個0 減回那個A的座標 酷乎二次 那麼就算到這個Distance 就是開方根64加A二次 都不知道數值 但是因為它們兩個相等 AB和AC相等 所以我就藉著這個關係寫了方程式 用方程式去解分方程就記得了 本身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我用方程去幫我們計 所以AB和AC就寫到A加4 就是這裡 就等於開方根64加A二次開方 然後就把二次方丟到旁邊 變成開方 對不起 把開方根丟到旁邊變二次 然後乘開它 然後發現兩個A二次會減掉 然後剩下8A等於寫8A 就要6 用這個解方程的方法 就算到A是等於6 世界A等於6 那就知道大解A的座標就是06 但是也還沒算到D D呢 由於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這個距離 其實AB 因為知道是A加4 我知道那個世界A是6 那這個AB就是10 那麼這個推翻到10的時候 就知道Y座標就是10 所以下面的做法就是 就是因為我知道它是垂直線 所以D的座標就是8 D剛才解釋了為何是8 因為X座標是一樣的 然後D的距離就會是6加4 因為那個平衡線的關係 所以AD 就是這個AB的長度會等於BC 因為parallelogram 所以加起來就會是10 OK 所以座標就是80 好 接著A部分做完了 B部分就叫你計那個面積 叫你計那個ABCD的parallelogram面積 計parallelogram的面積就是底成高 那麼我們可以用哪個做底呢 那麼最直接當然是用DC做底 或者AB做底 因為這兩個長度有嘛 就是10 那麼高呢 高當然是這個 如果這個底的時候 這個垂直線拉下來這個位置 那你不就高 那麼這個剛好這個長度其實很容易計 因為這個長度是高的時候 這個直角 是不是這個直角 那麼這個長度就是8 因為由這個00這點去到80 0這點就是8 所以就是8乘10 底成高就算到了 OK 不用隨意啊 平衡水平不用隨意 那麼可以 那麼這個最難最難 我可以告訴你最難最難就是這個部分 用方程去幫我們計算 是難的 這個位置是難的 第二個位置就是你要想到A的座標 原來X的座標我們知道是0的 D的座標 X的座標都知道是8的 你要有這些概念 垂直線水平線就馬上看到那些 XY的座標會有機會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幫你快點計算到這些答案了 OK 那段片就到這裡了 都要在市面上 真的滅 past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做的地方 用很多地方